本是李那追忆父亲毛主席 却被主持人一个问题激怒 上节我们讲的 李那受邀参加一档追忆父亲毛主席的节目 主持人刘晓庆却问了一个非常不合适的问题 惹得李那当场发怒 并回嘴他怎么能够问这样的问题 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采访进行到尾声 也许是为了打造一些节目的噱头 刘晓庆问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结结实实的踩在李那的雷曲上 他问道 您的父亲位高权重 想让你过上幽默的生活是轻而易举的 可他为什么没有让您生活更好一点呢 您有没有怨恨过他 此话一出 原本带有几分笑容的李那立马板起了脸 沉默了几秒钟之后 带着韵怒访问他 你怎么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 把刘晓庆都吓了一跳 性格一笑温和的李那 竟然当众发脾气 实在稀奇啊 可见这个问题是真给他气到 要知道 毛主席最忌讳搞特殊 从小就教育他的孩子们 不要特殊 不要娇气 不要骄影 要努力如入群众收入 李那刚上小学的时候 学校离中南海比较远 就有小轿车接送 可毛主席觉得这样太特殊了 便取消了小轿车 改为一辆坐得下十几个人的面包车 把在中南海读书的孩子们一起接回来 为了避免影响 连在学校 家长兰也不能够写他的名字 1960年左右 我国遭遇三年的大灾害 粮食大量的减厂 人民是食不饱腹 生活异常的精难 人民吃不饱饭 毛主席也是愁白的疼 思索之下 他亲自带头 减少自己的粮食定量 几乎不吃肉蛋一类的婚式 只是心菜 只有在李诺大学放学回家的时候 他才会让厨房做一顿好的给他吃 即使苦了自己 也不能够苦了孩子 毛主席严格教育自己的孩子 不能够特殊好 但有争取在有限的条件当中 给他们最好的 刘晓庆问出这话确实有失妥闹 李诺也自觉失态 冷静过后开始解释 父亲留给他的只是精神才能 这是物质远远不可比拟的 而朴素简单的普通人 生活也没什么不好 这句话 完美地回答了这个精锐的问题 又给刘晓庆递了一个台阶 刘晓庆何其聪明 赶紧顺着台阶下转移化气 虽然有个小插曲 好在最后采访还是愉快地结束了 也让我们从李诺的口中 了解到毛主席生活当中 截然不同的利益 您对这样的毛主席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更多的精彩故事 尽在主页定义专区 点图像即可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